众所周知郑村霸白沟河灵币之战的胜利 象征静难之夜的结束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三大战役之外 其实还有个 第四大战役 它就是让李景龙吃尽苦头的顺天防御战 在这支防御队伍中除世子的年龄稍显年轻以外 谋士指挥使的年龄都已超过40岁 而战斗在一线的将士的年龄 普遍在50岁到65岁之间 虽然这支部队老弱病残 却挡住了李景龙的50万精锐 在顺天城下别的军队仓皇逃窜 顺天守军却以一当时打的就是精锐 数月内顺天守军以水交墙水落成兵 连克李景龙数十次围攻 部队人数虽越打越少 士气却越来越旺 朱蒂自大宁归来时 顺天守军的战斗欲望甚至超越了大宁铁骑 这支守军之中成才率高的惊人 李景龙围城时顺天守军有一万多人马 朱蒂入主阴天之后竟涌现出二十多位境难功臣 其中攻绝一名侯爵 四名伯爵 六名将军十数人 顺天守军成才率如此之高 除了防御战的淬炼之外 更离不开这支部队的灵魂燕王世子朱高赤 朱高赤是安徽凤阳人 在17岁那年 他与朱上炳朱继西朱友顿 参加了朱元璋组织的阅兵典礼 在阅兵后的第二天 朱高赤就批阅了奏章 内容是军民相关的事宜 而巧合的是后来大明朝的第二位皇帝 见闻的朱允文竟与朱高赤 在奏章中的意见出起一致 在这次考察中 朱高赤屡受刁难 被朱高续朱继西贬低的一无是处 就这时一向严于律人的朱元璋站了出来 他放下皇帝爷爷的架子 对朱高赤大家赞赏 当众夸奖朱高赤有君子之识 然而在顺天城内 十大体的朱高赤子不被看好 体态肥胖的他走路极慢 据说用过膳食后 往往需要下人搀扶 方能行走 走起来就像鸵鸟漫步 此次入京朱高赤勉强学习了剑术 可在不久后又被他丢弃 由于身体不变 朱高赤于1395年 被朱元璋立为燕王世子后 就让朱棣极为厌恶 在当时的燕王府朱高续与朱棣最为类似 喜好五枪弄棒战场杀敌 破受朱棣青睐 然而作为藩王朱棣 并没有福利世子的权利 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朱高赤坐在他的继承人的位置 当时燕王府里除了朱高续以外 还有实属人 清一色的护军将领 都对朱高车不满意 平时主要在经济史学领域活动 读书写字 结交读书人等 朱高赤也对武将不感兴趣 说白了 朱高赤当时就是个 爹妈不喜朋友不爱的另类 不久之后 朱高岁也加入了朱高续的队伍 和朱高赤针锋相对 都说出朕继离成为一国之主 光靠运气是不够的 更要靠胆识和谋略 1398年朱元璋并逝于 婴天朱允文承袭大卫 当时朱棣自顺天匆匆赶赴婴天 却被朱允文一直手欲拦在了半路 不得不返回燕王封地 朱棣在悲痛之余 为了缓解朱允文的猜忌 将他仅有的三个儿子 全部送往婴天 名为祭奠朱元璋实为质子 在顺天朱高赤兄弟三人步步维艰 齐太主张将他三人软禁于狱中 亲舅舅徐辉祖更是建议朱允文斩杀朱高絮 然而朱允文皇子成却担心逼反朱棣 不仅没有动手 还将朱高赤兄弟李宋出城 1399年朱允文废除朱素朱贵后 逼死了向王朱柏 朱棣的处境非常不容乐观 谋反之举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燕王府击杀张炳后朱棣起兵敬难 并击败耿炳文 北上大宁 当时朱棣将朱高絮张玉等精锐进阶调除 只留下朱高赤在顺天府苦苦支撑 部队也有五万人瑞捡到一万左右 朱允文质得一满他命李景龙亲率五十万大军 攻占顺天府胡捉朱高赤 谁知朱高赤用兵灵火将李景龙打得落花流水 当年9月23日朱高赤任用故城北将指挥顺天防御战 在守城期间朱高赤以身坐则四股起床二股才就寝 在众人担忧他过于劳累劝他休息时 朱高赤却说 君府在外深冒时与做人子的岂能安逸懈怠 况顺天乃燕君根本又怎能不做好万全准备 到了冬季朱高赤又命人在城墙上浇水水落成冰 当李景龙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夺取顺天府时 面对琉璃强他也只能仰天长叹无可奈何了 而就在李景龙围而不攻时朱高赤又昼夜派人侵扰李景龙的营帝 让南军无法休息 对于朱高赤这种胡搅蛮缠的战术 李景龙不知所以指的退兵二十里 都说一股作气在耳衰三耳结 李景龙这样的统兵将领才是朱棣需要的对手啊 要知道在当时李景龙手握五十万精锐 麾下将领曾数次攻破城门 却因他反应缓慢而不得不放弃进城的机会 于是在李景龙退兵后朱高赤倾巢而出 于北上归来的朱棣前后夹击在郑村霸大胜李景龙 朱高赤从一个行动不变的文人世子 挡住了李景龙的五十万虎狼之师 不仅显示了朱棣的慧眼石珠也是万不得已的破釜沉舟之举 胜则理所应当摆则伸手一处 懂得局势的人方能成就大事 这就是朱棣能够取得静难胜利的根本原因 朱高赤虽然在顺天防御战中立下大功 但却没有让朱棣感到满意 在朱棣南下山洞时 他宠信朱高絮朱高岁 反而对坐镇后方的朱高赤屡生疑虑 据记载朱运文探知朱棣朱高赤父子不和后 竟使反剑技游说朱高赤反抗朱棣并封他为燕王 然而朱高赤不为所动 他非常精明信封未拆信时未放全部送至前线 交给朱棣处理已是效忠之心 当朱棣得知朱允文暗中失会朱高赤时 竟派人暗中处死朱高赤 然而朱高赤的举动却让他羞愧难当 朱棣曾悲叹道 差点杀了我的儿子 朱棣对于朱高赤就是如此的不信任 当时朱棣在前线拼杀他的侧子朱高絮重逢在前 三子朱高岁伴随左右 在作战中朱高絮朱高岁的勇武被朱棣尽收眼底 可在后方为他们攻击冰原粮草的朱高赤却默默无闻不被重视 除了不信任朱棣还在朱高赤身后拆他的台 于402年静难之意到了关键时刻 朱棣被圣雍阻挡在长江以北 他将朱高絮罩着军中手抚着朱高絮的后背 说道 你大哥身体不好你要多多努力啊 后来朱高赤就曾因朱棣此时的言行举止多次请赐太子之位 可以说朱棣跟朱高赤表面是父子内里却是争权夺利的仇人 当然朱棣是需要朱高赤的 在燕王府中朱高絮 朱高岁秋府等都无法替代朱高赤 毕竟在当时能够能全心保障朱棣后方的也只有朱高赤一人 在朱棣登基称帝后 朱高赤并未从燕王世子晋升为太子 虽然被刻意打压 但朱高赤在顺天府依然身体力行 为民请命 在应天朱高赤结交文臣收拢人心 因处置建文旧臣之事 他多次与朱棣争吵直至面红耳赤 因此朱高赤在文人的心中就是大明朝未来的太子 到了永乐二年受宠的朱高絮越来越无法无天 朱高赤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夺敌之路 当时秋福朱能等静难功臣携兵自重支持朱高絮 而朱高赤手中只有谢进杨世奇等归附文臣 根本奈何不了武将的攻击 然而朱高赤的脑瓜子非常灵活 他故意视人已弱 将本应针锋相对的局面 虚构成朱高絮的压倒性胜利 让朱高絮骄狂自大 就这样多疑成性的朱棣对朱高絮下达了诸葛令 后来朱高絮调往勒安州在封地为妃作胎 擅自杀害封江大力 监阅使用皇帝礼仪 朱高赤又多次为他求情解除了朱棣对他的戒备 可以说朱高赤对待他的兄弟既仁义又算计 1409年 秋福被北援军打得丢回谢家 神死疆场 朱棣不得不选择亲征草原 朱棣以太子监国为优 将政务尽数交给朱高赤 然而他却将军权牢牢握在手中 不给朱高赤插手机会 朱棣动则对朱高赤训斥辱骂 要求朱高赤按照他的心意办事 让朱高赤的监国生涯极为忐忑不安 谁知北征归来后 朱棣又命令郑和下西洋 修建顺天皇宫 朱高赤在一个挥霍无度的父皇手下 锦衣缩时 想尽一切办法满足朱棣的需求 修和 开荒 减税 二十二年的永乐盛世 武功归于朱棣 文质却尽是朱高赤的功劳 尽管如此 朱高赤依然遭受了朱棣的怀疑 他与杨士奇 夏元吉等众臣走得太近 朱棣就将夏元吉下放诏玉 便出杨士奇 活在一个多疑 强势的父皇的阴影下 朱高赤只能打碎了牙齿 往肚子里掩 朱高赤的委屈 压抑 可见一般 1424年7月18日 朱棣病逝了 但是朱高赤和朱高岁却 依然盘踞在乐安州 张德福等弟随时准备图谋再去 此时 朱高赤刚刚继承皇位 根基未稳 只能捧杀他的两个弟弟 当时 朱棣穷兵独武 大明朝数十年攒下的基业被挥霍一空 因此朱高赤继位后 就下令取缔下西洋 镇继灾民 减除朱棣晚年加收的赋水 朱高赤将天下的臣民是作一家人 在大臣建议借给百姓粮食时 朱高赤就非常不满 他将上奏的大臣痛批一顿 随后开仓放凉 在站稳脚跟后 朱高赤为贱文旧臣平凡 将靖难遗孤接送回家 免除他们的劳役 可以说 朱棣22年折腾 留给大明子民的伤疤 朱高赤仅用数月 就抹去了百姓心中的怨恨 然而 朱棣留给朱高赤的伤疤 却难以被他遗忘 自朱棣病失后 身体不好的朱高赤就放飞自我 吃喝玩乐一样也没有耽误 而他最大的放纵 就是沉溺情色 48岁的朱高赤过渡纵欲十个月后 就突然报亡了 朱高赤死后 在应天处理政务太子朱棣基 匆匆返回都城 即为成帝 朱高赤将大明朝有名的大臣杨士奇 杨荣 杨浦 夏元吉 金用子等留给了朱棣基 却也将杀书的骂名 留给了这位年仅28岁的太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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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浦